大家想像不到 睡不好 胸悶 背痛 手腳麻等等 原來有可能都跟 脊椎側彎有關係 而且阿松如果不是剛剛檢查的話 也不知道自己脊椎側彎 所以剛剛的檢查方法 就是往前彎之後 其實還滿簡單的 正常的話一個水瓶線 如果側彎的話你會發現 有一個地方比較鼓起來一點點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了 可是大家會很好奇啊 脊椎側彎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有脊椎側彎 它到底怎麼發生的 講到這個脊椎側彎發生的原因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所謂原發性 原發性的話 就是它的原因並不是非常確定 不過現在認為是跟基因 還有後天的知識不良 可能是一個加重因素 那基因的話代表說 如果家裡頭爸爸媽媽有 比方說阿松有 你太太也有 那就要特別幫小孩注意 是這意思嗎 對 尤其是女性 因為女性發生的機會 是男生的八到九倍 OK 好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有原發性 激發性的 再來 激發性 那如果我們依照這個脊椎有骨 有沒有本身有沒有變形的話 我們可以分為結構性 還有功能性的 通常彎的角度不大 但是會有一些腰痠背痛 通常是以功能性的居多 但是你如果度數到30度以上的話 有時候甚至5 60度 通常都是結構性的 脊椎骨已經明顯變形了 可是我這邊聽到一個希望 所以如果是功能性的話 因為是肌肉方面的問題 我們幫它放鬆一下 讓它骨頭可以保持中正 就有機會可以搬回來 然後幫它矯正回來囉 是的 對 我們如果用年齡層區分的話 我們有分為四種 那嬰兒期和幼年期 通常都是合併一些先天性的畸形 但是如果是在青少年型的話呢 原發性的機會就很高了 原發性就是不明原因對不對 不明原因 對 青少年原發性脊椎車丸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為它很難早期發現 但是又因為生長... 青春期的時候長得特別快 惡化特別快 青春期的時候 反而容易惡化特別快 那可是大家會有一個疑問啊 因為剛剛提到說 青少年時期是最容易產生 而且最容易惡化的一個階段 因為還在生長 那時候骨頭比較軟 而且在抽高當中 但是很多人就想說 那生長板閉合之後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發生 但這邊又寫到 成年期18歲以上 有可能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好 那麼我們成年期 就是生長板閉合之後 要看你那時候脊椎側彎的度數 這個是有一個國際公司就是 如果你的度數在30度以下的話 通常惡化的風險就不高了 但是如果你的度數呢 是在50度以上的話 那100%會惡化 只是惡化速度慢一點 那介於30到50度之間的話 那就是有些人就不會 有些人就會 還有一個問題啊 像女生剛提到居然是9比1 不知道你在診間有沒有觀察 真的女生比較多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看一般男人 就診的一個患者裡面 通常是媽媽帶著來 結果會發現說這個 這個女生呢 媽媽也是喔 不是 那個媽媽帶著來 但通常這個女生的 比較... 這個VM比較低一點 比較... 太瘦了 特別瘦 所以我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因為 她的營養不良而造成的 結果醫學文獻來研究的話 如果是光以體重來看的話 是沒有 但是如果你肌肉的這個... 它的這個質量來看的話 就有關係 可是胖的人也可能沒有肌肉啊 都是肥肉啊 對 所以說用胖瘦的話 就不是很精準 反而是以你這個肌肉連接實度 如果你的肌肉量夠的話 通常你的脊椎穩定度會比較好 因為是肌肉跟骨骼 肌肉連接在骨骼上面 所以你肌肉強的時候 它可以幫骨骼做一個調整 那你...當我們知道 它脊椎側彎的旋轉的角度 我把另外一邊先做放鬆 另外一邊做加強 它就有可能 經由功能性的訓練 讓它恢復正常 那小娟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肩膀很多人 有痠痛的問題喔 這一方面 有辦法什麼樣的動作 可以處理嗎 有啊 在我們武術裡面 有叫產武藝晶晶 有這個X1 它有一個三部曲 第一個是X 用你的手先把它搓熱 因為我們通常 尤其像這個這裡 好冷喔 所以你如果脖子沒有保暖的話 脖子就很容易僵硬 對 現在入秋了 秋天你最容易呢 就是風寒肺部的感染 所以你把它擦熱 做一個頸部的戳 溫熱按摩 按摩 那你會戳到哪裡呢 戳到我們的後面這個穴位 叫風磁穴 讓風磁穴保暖之後 你的頭就會比較放鬆 那你這個肌肉呢 這邊的肌肉是牽動我們的頸椎 對 所以第一個動作 我們就先擦肩 保暖 熱膚 讓它變熱 那這裡呢 有我們的頸 頸部 喉嚨 這邊有什麼 淋巴 對 疏通我們的淋巴 接著呢 就手呢 拖住我們的下巴 做一個頭頸下壓 雙手向上拖的動作 所以第二個呢 是拉伸的動作 自己做自主性的牽引 低頭 然後手往上翻 但是不要太大力喔 順便呢 裝可愛一下 等一下 這個部分到底怎麼做 它不是只是這樣放著 它有兩個力量 一個下壓 一個上提 就是說我們的下巴是下壓 下巴是收下額 往下壓 那你是不是頸部這邊呢 這裡呢 它就會縮短 那我再用我的手把它撐住 拉長 它就等長的收縮 因為頸椎呢 它除了可以做前 一點點的往後 不能夠過度的往後 過度往後會壓迫到我們的頸椎 它還有一個功能呢 最大的功能就是旋轉的功能 就是往右 往左轉 那你往右轉的時候呢 我們要放鬆到另外一側的肌肉 往左轉 那這一個動作 因為頭頸它牽動的是 我們整條的陽氣跟陰氣 六條經絡通吃會旋轉的時候呢 都會放鬆到 而且我們剛剛提到了 如果以這個脊椎來看的話 至少我們先從頸椎這裡 把它訓練好 該放鬆的地方放鬆 然後呢 這個地方不要有太多的扭轉 避免說未來長骨刺啦 或者說容易頭昏腦脹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地方來解決 陳醫師也有好方法 我們的這個中醫的方法可以建議 第一個是在肩膀的部位做熱腹 因為我們如果用濕熱的毛巾呢 在肩膀帶阿松當拉斗好了 就放這裡 那這樣的如果說 因為濕熱的毛巾 舒服耶 它會放鬆它的頸部的肌肉 肩膀的肌肉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做穴道按摩 這個就是液風穴 就是耳朵後面 液風穴 再來是風磁穴 再來是肩頸穴 這個幾個位置都是一個非常適合 放鬆肩膀痠痛的位置 它其實只要按壓 或者是有一些按摩的一個道具 都可以工具 都可以來...都可以來協助 那第二個穴道呢 就是我們叫做後膝穴 後膝穴 醫間裡面呢 它說後膝通都脈 那後膝穴在哪裡 在哪裡... 在我們手上啊 用我這個... 我這個做的記號是更清楚了 所以說我們把手握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在長子關節 第五指長子關節的 所謂的這個後端 有沒有 這個意思喔 橫穩肩 對 這就是所謂的後膝穴 就是這個橫穩頭 這個後膝通都脈 所以剛剛不是阿莊說落枕嗎 那我們按這個後膝 那個落枕快速然後來治療 那另外就是說整個脊椎的毛病 都可以用後膝穴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在... 好有趣喔 在按摩 包括我們的風池 肩頸 抑風穴的時候 那後膝的時候 我們在熱膚之後呢 同步的做一個運動 那向前 向後 左轉 右轉 這個我們叫做動氣 就是我們在刺激穴位的同時呢 達到疏解的一個動作 那它的效果最沒有效 這個後膝穴我真的是開了眼界 沒想到手上小小的穴位 可以對我們的脊椎有幫助 兩邊記得都要按喔 這個很好的也可以讓我們舒緩 對 可以舒緩身痛 廣告之後還要來看 還有更好的運動要來教大家 如果脊椎有點彎 幫您用運動斑證不要走開